有一次我闭关一个月后 内在师父跟我说 你去中国四川省的色达佛学院 色达佛学院 那时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藏传佛教法会 有世界各地的出家人和在家人 约四十到五十万人来参加 法会当天只有出家人才能进去 我们在家人是提前进去的 到了那里 我被一种力量推到法殿里面 殿里当时有很多女喇妈在念经 我就在那里念五圣号 念七戒礼物 内在并用宇宙语跟宇宙沟通 一瞬间 化身师父就以非常高大庄严的形象 跟很多佛一起出现在空中 满空都是佛菩萨 师父站在最中间 来加持拥护这区域与圣会 看到这景象 我就感动到T4纵横 难以自意 化身师父的声音 就是现在师父肉身的声音 但是我看不到化身师父的脸 因为与师父相比 我太小了 我当时看到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大 同行的同修都小到像蚂蚁一样看不到了 但即使是这样 仍看不到师父的脸 在境界中 我好不容易爬到师父的脚指甲上面 说 亲爱的师父 我看不到师父的脸 师父就一下子把我提高到化身师父的胸口 我就能看到师父的脸了 当时师父是视线皮卢遮纳佛的样子 有打一种特殊的手印 我的位置视线正对着手印 所以我认得是皮卢遮纳佛 那天在场很多喇嘛修行好 有天眼通 知道我们念了五圣号之后 化身师父跟诸佛就出现 他们都看到了 觉得非常殊胜享受 我们下山之后 他们最高层的老喇嘛 就是佛学院院长 透过他的秘书找我们几个人 问我们 是从哪里来的 并说我们很特别 又问 是修什么的 怎么光那么大 他们日常都说藏语 汉语没法表达那么好 所以只能跟他们简单地交流 后来他们知道了 我们是修观音法门 此行另有非常多神奇的感应 一路上我都看见佛菩萨跟着我们 保护我们 当地本来正值雨季 但那几天就是晴空万里 而且当地因为将举行法会 山区又土石流而大塞车 交警把所有车子都挡住 居然就放我们这辆车过去 行程中天上出现好几次七彩的彩虹 有的甚至是双层三层的彩虹 是十分殊胜的吉兆 此行是一次旌旗之旅 感恩师父让我们几位弟子 能亲临参加 见证师父是毗卢遮纳佛 并成为师父的工具 带给中国藏区特殊的加持 弟子感到无比的荣幸 感恩师父 公祝师父永远平安喜乐 中国弟子明签尽上 Diligent Mingchen 天下有些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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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I live according to Buddha's teachings and understand in part the law of karma in Bodhisutras. In the Mahaprajna Paramita Sastra, it is said that of all evil sins, killing is the worst, and of all the merits, non-killing is the highest. Tong Te Mai, vegetarian. We welcome your heartlines, stories, and or cute loving animal people clips. Please send them via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heartline.